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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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不是嫌犯了我的隐私 但是我在使用他的时候 我虽然有这点担忧 但是我可能依然会使用 我会有一点点的警觉 会有很强烈的抑郁 很反感一些 手机号被泄露之后 导致垃圾短信 垃圾的宣传广告 我在发图干嘛之前 都会检查一下 会不会暴露自己的信息 我知道这些广告 它是根据 它对我的监控推送的 它会去分析我的数据 然后看我对什么领域的东西 感兴趣就给我推 什么类型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很烦 但是它越这样推动 越这样点 我的那个兴趣圈 就会越来越小 所以其实我并不是很支持 这个开我喜欢的这种东西 轻松过来就会越来越多了 一天 感谢观看